在阿富汗的最新动态 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莎莎若宜 好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科布尔机场呢 26号的晚间是发生了炸弹攻击事件 也造成了光是美军的部分 就有13人死亡 还有18个人受伤 毫无防备的阿富汗平民呢 死伤人数更是惨重 阿富汗的官员向CNN表示呢 总计这个死亡人数 是已经超过了170人 另外还有200个人受伤 而这个极端组织 ISIS-K呢在事后 是承认他们发动了这场攻击 拜登呢 美国总统拜登 在听取了国安简报之后呢 也在记者会上 再度对这些殉职的美军 还有他们的家人致哀 他强调说呢 这个阿富汗的撤军任务 是值得的 而美方现在损失惨重 但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 因为他们会持续将民众撤出当地 也撤离机场 过去24小时内呢 他说已经撤走了超过1万2千人 不过美国的国安小组 也持续对拜登 提出警告 说未来几天呢 才是这一次阿富汗撤援任务当中 最危险的时期 一起来听白宫今天的最新回忆 好消息 and it is active uh it is our troops are still in danger that continues to be the case uh every day that they are there uh most this is the most dangerous part of the mission this is the retrograde period of the mission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this is the period of time when uh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on the ground and forces begin to move not just troops home but also equipment home and that is uh often a very uh dangerous part of any mission but in this case they're also doing that while there is a uh an ongoing and acute threat from isis k 那么根据cnn的报道呢在这个爆炸恐攻发生之后科布尔的机场呢聚集的人稍微减少了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掌权的塔利班他们封锁了机场的四周道路哦也在机场的正门口500公尺处呢用很多的车辆挡住了道路而科布尔的其他地方呢昨天也显得是异常安静 交通流量呢比跟前几天相比呢还有一些主要的这个商业机构啦也大多关闭了或者呢如果有营业的话也是缓慢的进行他们的业务 有一名这个在爆炸之后幸运生还的民众就表示说在恐怖攻击发生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爆炸现场之一就是这个机场的其中一个大门哦 Abby Gate附近呢他当时在排队他说呢爆炸发生当下他脚向土地哦好像像被抽空一样那个瞬间呢他以为他的耳膜要被震破了 因为这个爆炸发生的声音真的太大了接下来他什么都听不见了接着呢他抬头看到天空空中呢有很多人像是被龙卷风卷上天一样 他以为这辈子不会看过看到世界末日的但他说今天我真的亲眼见证了世界末日 那么对此呢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呢大陆外交部呢也出面谴责强调呢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一起来听 中方对科普尔机场附近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感到震惊 并予以强烈谴责 这一事件说明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举措 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 确保阿富汗人民和外国在阿公民的人身安全 好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 前美国总统川普也相当不满拜登这一次处理阿富汗危机的方式 所以呢这个川普昨天就批评说这场悲剧原本是不敢发生的 所以呢这更加令我们悲痛他也难以理解 其实去年呢在川普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就和塔利班达成了协议哦 川普政府当时承诺呢美国将会全数撤离阿富汗 那么还有多名的这个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也表示呢 拜登应该要为此事辞职或者是被弹劾 密苏里州的参议员霍利也炮轰说拜登要为此负责 他说拜登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领导意志必须辞职 而对手共和党人呢更是痛批说拜登手上沾满了血 要求拜登要采取果断行动 保护这些美国的军队公民还有美国的盟友 不要考虑撤军的最后期限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讯息提供给您